经历了世界杯的洗礼,梅西已经拿到了荣誉大满贯 事实上,正是因为梅西有继续为阿根廷而战的动力 他才需要通过联赛来保持竞争力 一直以来,梅西合同到期后,是否离开巴黎圣日尔曼一直被广泛讨论 带来了最新消息,梅西与巴黎圣日尔曼达成协议 双方将签下一加一合同 总而言之,如果梅西愿意,在巴黎圣日尔曼提到38岁不是问题 至于梅西续约后的年薪,西班牙媒体爆料 巴黎圣日尔曼最有可能以现有合同年薪的90%完成续约 也就是说,续约后梅西将享受到5580万美元的待遇 这对于一个35岁的老球员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世界体育报也在爆料梅西续约后可能受到待遇的同时 也透露了梅西没有选择巴萨的原因 他不断打开经济杠杆 签下了包括莱万多夫斯基、拉菲尼亚等球员在内的球员 心存芥蒂 的确,巴萨在梅西续约方面做得太丑了 有趣的是,还厚颜无耻地蹭了梅西的流量 从金球奖颁奖典礼到世界杯 拉伯尔塔都渴望再次见到梅西 而每日体育报的最新消息 在巴黎圣日尔曼与梅西续约的这几天 拉伯尔塔还在寻求与梅西见面 西班牙人希望这位阿根廷剧情 能够在未来担任巴萨的形象大使 将梅西踢出局在目睹球员再次盘上巅峰 实现自己的商业价值 想要和他和好如初 世上真有这么美好的事吗 值得一提的是 外界原本以为姆巴佩会对梅西续约 发表自己的看法 或者直接反驳 就像夏季转会窗口对待内玛尔一样 但姆巴佩对梅西续约 却出人意料地冷静下来 保持沉默 事实上姆巴佩无法反驳 法甲豪门续约梅西的几话 首先梅西不像内玛尔那么懒惰 其次从能力上看 梅西代理阿根廷夺得了世界杯冠军 他在世界杯上的进球数 只比姆巴佩少一球 而梅西的助攻数更胜一筹 显然 姆巴佩不能拿自己的竞技状态当借口 干涉梅西许悦 另外 梅西这次是将心许悦 但要知道 如果不是姆巴佩在夏季转会窗许悦 法甲豪门的财务状况就发生了转变 失去大巴黎2021到2022赛季 圣日尔曼接近400万欧元 法甲豪门不需要因为财政问题 削减梅西的薪水 显然 从经济层面出发 姆巴佩没有脸阻挠梅西许悦 梅西的商业价值远高于姆巴佩 再者 姆巴佩接下来的主要任务 是欧冠冠军 但要知道 法国人不存在以一抵食的存在 他还需要梅西给他做蛋糕 显然 从这方面出发 姆巴佩对于梅西的续约 没有任何反驳的余地 据法媒《巴黎人报》报道 梅西已经同意和巴黎续约一年 他将留队到2024年夏天 这可能意味着姆巴佩的离队 另外 梅西当初决定离开巴萨的原因揭晓了 去年夏天 梅西被逼离开巴萨 他累撒发布会的现场 当时 梅西愿意主动降低自己的薪酬 但巴萨以经济情况无法支撑为由 迫使阿根廷举行离开 此后 梅西免费转投了巴黎 去与内巴尔会合了 薪水待遇较巴萨时期略有下降 据《世界体育报》报道 当时 拉布尔塔一直公开表示 续约梅西的工作进展顺利 到了8月份 却突然告知没钱 拉布尔塔甚至要求梅西 免费为巴萨踢球 这是闻所未闻的无理要求 让梅西感到不满的是 拉布尔塔说巴萨没钱 却在几个月之后 开启了多个经济杠杆 签下了莱万 孔德 费兰 托雷斯等球员 他们的身价各个不菲 这让梅西有了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如今一个半赛季过去了 梅西在巴黎过得比较顺心 愿意继续留在这里 这也是巴黎方面的想法 他们希望留住刚刚随队 夺得世界杯冠军的阿根廷巨星 双方都有意继续合作的情况下 谈判进展得很顺利 法媒称 巴黎开出了一份2024年到期的新合同 梅西已经点头同意 据称 梅西接受了大概10%幅度的降行 这在世界范围内仍是最顶尖的心臭待遇 当然 与姆巴佩的7200万差了很多 梅西留下了 但是姆巴佩去留的问题 是巴黎高层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挑战 输掉世界杯决赛 对姆巴佩的打击不小 坚定了法国巨星离开巴黎的想法 围绕姆巴佩有一些转会传闻 黄马对他仍旧很感兴趣 利物浦 切尔西等也是可能的下加 姆巴佩认为 离开巴黎才能让他的职业生涯更进一步 他首先考虑的不是薪水 而是一个成功的体育项目 梅西的续约是否会影响姆巴佩 会 毫无疑问 姆巴佩想成为他球队的第一人 梅西和内玛尔的存在让他很难如援 他走人的想法更加强烈了 但姆巴佩也知道 只有与最好的球员一起比赛 他才能最大程度的填满奖杯柜 这是一种两难的境地 综合各家报道来看 姆巴佩恐怕已经决定要离开巴黎 转会不会在东窗发生 如果巴黎本赛季还是没能登顶欧冠 姆巴佩将在名下走人 最后一回到这里